研究荔枝嫁接的还有广西灵山 这儿的荔枝嫁接不一般 一棵荔枝树上竟然能够接出30个品种的荔枝 咱们去看看 看这棵荔枝树 上面的荔枝有好几种颜色 红的 紫的 带点桃红的 这是因为当地的乡亲们用嫁接的方法 把桂味 草莓 吴胡等30个荔枝品种 接在了同一棵灵山香栗的真木上 当然了 这棵树是当地用来做试验的 技术人员要看看不同荔枝嫁接之后的表现 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的灵山香栗是非常优秀的栅目 因为这个灵山香栗接出来的果 表现得比原来的更香 更浓 更好吃